在不久前上演的 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演出上 毛主席抬脱望天 仿佛看到漫天焰火的画面 引起了不少网友泪目 7月3日 此次焰火表演的总设计师 蔡灿黄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 讲述了这一名场面背后的故事 他告诉记者 这一名场面的诞生 既是设计也是偶然 其实它是要配合演出里面 就是为了那一个环节 当它先不开幕了 就是我们把这一个环节 叫五星闪耀 因为毕竟它这一个时刻的话 是改变中华民族 就是历史的命运的 至关重要的时刻 然后的话 它也是真正的五星红旗 第一次飘扬的一个时刻 成为我们的国旗的时刻 后来被网友传得很疯狂的一个 他看到了 就是先不开幕的那环节 这个五角形飞上去 当然这一个是 不是意料之外 就是因为那时候 也没看那么多历史影像 也不知道毛主持会有一个 抬头看天 他其实在看飞机 结果现在就现场 就很像在看烟火 你知道 蔡敞皇本是学体育出身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 做志愿者 认识了奥运会 开幕式烟火设计师蔡国强 在蔡国强带领下 入行从事烟火设计 与艺术创作 此次演出中 她设计的金色五角星烟火 是烟火表演中较大的技术难点 以前的话打这种五角星 它可能都是一个外轮廓 它中间是空心的 如果做成是新的话 某种意义上 它难度会更大 更大的原因的话 就是说 就是它的炮 就是那一些炮管 装置的炮管里面的话 设备要增多 它会互相排斥 会影响它那个 发射轨迹的弹道 所以就很容易走行 但烟火都是一个 抽象的一个东西 但你看到 空心的五角星的话 它其实是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感 它某种意义上 是一个国旗的意象 无论是被热议的五角星 还是开场的一百字样 以及合着音乐 打出的1921到2021 都需要精准的卡点 而这也离不开 蔡三皇现场的指挥 我是坐在跟 那个整个导演的 控制台里面 这样的话 我是要跟他 对每一个篇章的 时间码的起始点 然后跟我们的 主控台的烟火师切认 然后里面有一两个 是涉及到那个手动点火的 然后后来他是要听我 给他倒数 然后321点火 此次演出 对于烟火设计的 核心要求是节俭安全 基于这个理念 蔡三皇主要采用 红金两色的纯色烟火 时长方面 也由最初构想的 每一篇章一百秒 总共十余分钟 缩减为 全场总共 288秒的燃放时长 不过即使时长缩短 蔡三皇也依然 在烟火燃放的时间上 做了设计 比如说第二篇章 49年 然后刚好是建国的 第28年 其实是一共是 南方的28秒的烟火 然后最后的 高潮的烟火的话 是200秒 第一个100秒的话 是跟着就是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这一首歌的话 就是做的那个音乐烟火 后面的100秒的话 是以高空的 铝花弹为主的 然后它有14个波尺 每个大概5秒钟的效果 这样的话 就是然后每一次 还要打出56朵花 这100年过程中 有14个5年规划 然后的话 它其实是结合了 56个民族的这一种状态 从街道任务 到呈现出最终的效果 蔡三皇说 设计稿修改过不下百次 但无论怎么修改 它们最核心的设计理念 从未改变 团队重新思考 然后也学习了一下党史 后来我们确定了 就是这一次的话 就是要把这一次的烟火创业 变成一个很纯粹的 然后它是以整个 1921年到2021年 这100年实施在 这100年的时间 为一个时间的维度 来做这一个创业的本出 我们用个人的身体 去感激这时间 那100年的话 可能你的生命周期 已经结束了 它是非常漫长的 但对于一个历史的角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 一个政党的话 它只是一个青春期 然后它蓬勃朝历 然后的话 它是有更强的生命力的